哈喽,美好的一天从早饭开始 今天是12月3号 我刚刚做了煎蛋 然后昨天晚上煮了一碗 红豆粥在这儿 然后待会把这个牛油果加进去 我昨天切开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得变成这样 OK,这是我今天的早餐 今天是周一,所以先好好做一个早餐 吃的丰盛一点 我刚刚收到在路上就已经把它包裹给拆开了 然后里面就是这样,我把它打开 是我已经打开看过了 我觉得它这个包装还蛮好看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包装 就是比较有质感的那种 哎呀,太烦了 比较有质感的那种 打开就是这样 然后把它转出来 我在手上试一下吧 因为它是那种 比较滋润的高体的感觉 应该是哑光的吧 然后特别滋润的感觉 就冬天我的嘴巴其实老是起皮 我自己也没有上嘴试 当时是我朋友上嘴试了一下 我今天嘴上这个是阿玛尼200 但是因为我又是一整天了 然后已经看不清了 嗯,那我把这个擦了 然后上嘴试一下那个吧 我发现英国这边的纸 这是我买的纸巾 就是包装又难看 而且纸都特别糙 这个已经算是比较软的纸了 但是跟国内那种比较软的纸 就是没法比 我现在已经嘴巴上把它擦掉了 但是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颜色 这个高铁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就是普通的口红 嗯,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因为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特别红的口红 就是拍照的时候我比较喜欢 但是日常生活我觉得这个就刚刚好 冬天它也比较红棕色 我就比较喜欢这个颜色 嗯,我要去吃饭了 这会儿已经7点多了 我刚刚回来好饿呀 写了一下午 research proposal 可是 就写了两行 好养股啊 为什么生活这么难 那我先去吃饭 吃完饭 然后接着写那个research proposal 希望可以早点把它写完 这是我这学期最后一个比较大的作业 来这儿每天就是写论文 写assie,写report,写research proposal 我希望下雪期会好一点 那今天就这么多了 拜拜 今天是周二啦 我刚刚下课回来 然后现在有点饿 已经快12点了 然后我要去弄点吃的 我打算弄一个海底捞自主火锅 因为我周天在中超的时候买了 那个自主火锅的那个盒子 就特别大一盒 我打算今天把它给吃了 因为我已经想吃很久 但是一直忍着 我说要找一个好时机 但是不想得 我朋友跟我说 他们之前住那个宿舍 因为住这个好像会冒很大烟 用暴顶器就会想 我有点害怕 但是我打算去试一下 今天天气还蛮好的 快看今天的阳光 当当 我已经把它拿出来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吃 我看这儿有它的说明 不管怎么知道 我曾把它拆开吧 好幸福呀感觉 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餐桌 这应该是一包菜包 这是一个菜包 这是一个粉丝 我都拿下来 下面也是菜包 哇火锅底料 然后这应该是它那个加热包吧 我好害怕 我不知道怎么用 它说禁止食用 禁止热水 还不能拿热水吗 好害怕呀 感觉这个包会爆炸的样子 我先研究一下这个说明 OK 等下 我先放开了 好害怕呀 感觉这个包会爆炸的样子 看这个小烟帽的 快看 烟雾爆顶器不会响到 我好害怕 我们这边烟雾爆顶器 如果想的话就要 就要 完蛋了烟雾爆顶器真的响了 我好害怕怎么办 我真的被吓闪好害怕 刚才突然就是 就是 我本来以为没事 因为我们这个烟雾爆顶器 从来也没想过 我以为不会有什么事 然后刚才 我就毫无忌惮的把它放在了 那个烟雾爆顶器的正下边 一倒进去水之后 就狂冒烟 然后烟雾爆顶器就想了 我靠吓死我 我当时就腿软 因为我们这边 就是据说 只要你把救护车叫来了 就得罚款好几百磅 还是好几千磅什么的 吓得我要死 我靠手都冰了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有心情吃 那个什么自煮火锅 但是 刚才就是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吧 应该管理人员他上来了 然后他问我 发生什么事 然后我说 我在做火锅 然后他说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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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真的非常非常抱歉 不好意思 还要跑一趟 感觉他急匆匆就跑上来了 我真是 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 但是他好像 火锅好像现在已经好了 现在 我就去看看他吧 我已经刚才泡了 泡了一会儿 哎呦我的天哪 人生 人生好难 我今天早上 看了一个朋友发朋友圈 就最近好像巴黎都挺乱的 他们去巴黎了 然后好像被困在巴黎出不来了 还是咋的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 我的火锅案 看情况应该是好了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看起来是一般般了 看起来是一般般了 但是真的非常好吃 嗯 就是 像大米一样 然后有很重的奶的味道 如果你比较喜欢吃奶的东西 带奶味的 带奶味的东西 就一定会非常合你味道 我吃完了 我吃完了 这个有点炒白的味道 这个好害怕呀 这个美国古墓市 我才看了一点点 就觉得 就是 它那个画面 就有点吓人 反正这一集我看的时候 好像是要世界末日还是怎样 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然后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 我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我觉得 它就一般吧 可能是我对它的期望值太高了 我觉得第一呢 就是它里面有我不喜欢吃的菜 我不喜欢吃海带 吃木耳 然后 那个笋 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 然后 除此之外 就是菜也不是很新鲜 而且像是被盐腌过的 我比较喜欢吃新鲜的菜 可能有人说如果不喜欢吃 如果你喜欢吃新鲜的菜 那干嘛要买这个 对 这一点就算了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土豆 也不是很软 藕片 我比较喜欢吃煮的特别软 那种土豆和藕片 这个反正就一般吧 反正我以后是不会再买了 而且不是我喜欢的款式 嗯 有点小小的期望 可能因为我对它期望值太高了 嗯 就一般吧 今天下午还有课 我要赶紧买的收拾了 然后小睡一会下午去上课 晚上呢 我 我叫了同学来我这吃饭 我要做咖喱 因为我只会做咖喱 只有做的咖喱还勉强能吃 那就这么多 拜拜 拜拜 今天是周二 现在大概两点多吧 天已经黑了 就是整个外面都阴沉沉的 我带着一把三 戴着这个小小的帽子 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我现在要去图书馆写作业 因为没有一个research proposal 要交 然后今天出门 他有点匆忙 也没拿相机 早上去上了课 上了一个小时就折腾了一上午 感觉好浪费时间 老师每次都知道 我现在要去星巴克买一杯咖啡 然后今天晚上我决定 要熬夜 把我的论文给干完了 要去买 我刚才路上已经练习了好多遍了 Coud I have a 好紧张也不会说了怎么办 Coud I have a hot brandy black tea latte 应该是这样吧 天哪我好紧张 我超害怕一个人去星巴克买咖啡 因为这样的话就要跟他们说话 我就快自己说错了 有点紧张 希望待会儿都顺利吧 我待会儿要去书书馆学习 就先这样吧 又不想 Akis 上海写了一下午作业 然后几个字也没写出来 超级崩溃 然后我实在 Ak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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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竟然已经周四了 我的research proposal下周一九九 我才写了不到一千字 我真的心好累 昨晚晚上熬夜熬到四点吧 我本来是坐在这个位置写 坐在我的这个小位置上写 写写写写写到我已经崩溃 我就睡到长了写 反正不会写吧 可能是因为我就想做的好一点 所以就是 我其实已经花了很多时间 但是我在某一个小点某一个小段落 就纠结了好几个小时 justification 但是我老是 就是觉得自己写的不好 然后反反复复写了好 我现在打算 现在大概已经快十一点了吧 我刚醒 我其实眼圈还蛮重的 熬夜熬的 我就来这边真的每天就是熬夜 然后写论文 然后熬夜玩手机 本来在国内 我们那边是十一点就熄灯 我就睡得还挺早 可是到这边就熬夜熬特别厉害 感觉自己已经快猝死了 好疲惫啊 我打算这段这两天把这个写完之后 我就每天都早早睡觉 我一定要早早睡 早早休息 要不然整个人每天感觉就是腿腿的 桑桑的 再配上曼城这种 黑不笼冬的天气 每天都睡 就还挺的傻的 反正天气也不好 我现在去这边做点吃的赶紧去图书馆学习 我希望我今天可以写的差不多 然后发给带我的那个薄厚 然后拿来帮我改改吧 他人真的超好 我也想多给他留一点时间 让他帮我改 要不然每次都是 待在前一天发给人家 人家怎么帮你改嘛 而且主要是带我那个薄厚 那个土耳其小哥又超级帅 觉得压力很大 反正 反正待会儿我想把相机拿着 反正看心情吧 我先去吃饭 拜拜 我今天的早餐加午餐 然后这个avocado 然后 我怎么这么喜欢说 然后 因为没有黑胡椒粉 我就撒了点盐 然后加了一点花椒粉 不知道怎么样 今天这个感觉切的时候有点硬 一杯水 然后这个是黑蒜油味的 出钱一丁 我加了一颗蛋 我就五分钟把它煮好 超级水 也没有加菜什么的 因为我想赶快吃饭 然后去赶我的路 我刚收拾完 现在打算出门 我今天脚上是Air Force One 然后一条黑色的牛仔裤 一个外套 就是我之前就穿过的 然后这是国内买的 逛商场时候 一个牌子 我不知道是 我忘了具体的 然后这一件为仪式H&M 还蛮舒服的 特别舒服 而且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长度 就刚刚好 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 里面因为太冷了 套了一件高龄的毛衣 然后就会很暖 就是淘宝随便买的 包也是淘宝随便一个饭 不带超便宜 里面装了电脑 乱七八糟 还有我的一些干粮 我现在要去 周五啦 已经 时间过得好快 这周就是每天都在写报告 不是在图书馆 就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 回来呢 也就是 晚上回来 就是继续写 然后就写得很晚 这个黑眼圈超级严重的 好困呀 本来昨天写了一下午 想说早点回来休息 但是睡在床上又睡不着 就是玩了一会儿 手机两点才说 这个黑眼圈 我今天太可怕了 我们 我们这个proposal还挺烦的 要写2000到5000字 我现在 熬了这么多天 就写了1000多吧 我觉得写这个东西 真的是 一点一点的往处挤 就像挤牙膏 而且不把你逼到 deadline的时候 觉得是写不完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想的比较多 我就是很怕让别人失望 就是让别人觉得我 就不是很好 但是我一想 我来这边 不就是来学习吗 如果我能写得很好 我能做得很好 那我就不用来这儿 所以我这么一想 我就让自己稍微放松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 就是压力特别大 一方面可能是 因为我爸妈嘛 就一直想让我读活 所以我就还挺发愁的 我不知道自己想 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自己到底想干嘛 就觉得对未来充满了恐惧 我就特别害怕 害怕就是有些选择做错了 有些路走错了 不知道可能是我想太多了吧 有的时候想太多也不好 但是我总觉得 什么都不想 一直在那儿玩 或者每天混日子也是不好 但是那样会比较快乐 不知道 好发愁呀 我本来觉得好像 有些人家就是很优秀 学霸们就是不会出错 一切都会做得很好 可是我昨天看了 YouTube上 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博主 他叫Ruby 然后他也 他应该是大学生吧 他也是写Essie 然后他又花了很多心思 就是做这个事情 但是最后结果好像并不好 我看他在视频前面 就是他 他本来想做一个 我看到这个论文时候的 第一反应的一个视频 结果他当时看到那个视频 看到那个成绩 并不是他那么想象中 那么理想 他当时就哭了 哭得很崩溃 所以我就想说失败呀 什么做错选择呀 或者说做得不够好啊 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也没必要把自己逼得太紧 我总是想说我要赶快做完 我要赶上别人的脚步 在我那些程度 其实我还蛮喜欢 跟别人 我也不是说喜欢跟别人比吧 就是我总觉得 我不想落在别人后面 我不想比别人差 可是有的时候 这样就很容易丢掉自我 你就不知道你自己到底 你其实应该跟之前的自己比 如果说你做得更好了 那可能才是进步 这样你才会觉得有比较 可能因为 比较永远是没有尽头的 而且如果你一直追求 这个完美的结果 那是没有尽头的 因为永远可以做得更好 我在刚才看到一句话说 做事情18分力 达到7分的效果 这样的人生才会过得比较 轻松快乐 像我这样 现在把自己去逼得很紧 感觉整个人每天 处在一个 压力特别大的一个 心态吧 心态里边 整个人就很stressful 然后我就 很崩溃 其实我 我不知道 可能有时候 我就应该放下一些东西 就是只做 只做自己就好了 不要考虑别人怎么看 别人怎么想 我就很怕辜负了别人的期望 很难受 再加上最近 漫程 基本每天都下雨了 今天好不容易游了一点 就是不下雨了 好像天有一点晴 但是这儿天气 谁知道了 说不准呢 那我给自己压力太大了 我想说 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做完 把这个坡坡写完之后 我一定要 好好给自己放个假 但是呢 等到周一把这个交的 就是10号 12月10号 我们15号就有一个presentation要做 然后在做presentation之前 还有一个summary要写 虽然这个summary就很短一页 可是 只要有事情 心里就会觉得有负担 有包袱 而且15号 做完那个presentation之后 我们就放假了 17号我就要去荷兰了 去荷兰跟朋友一起旅游 感觉自己行程定的有点紧了 其实应该 就是放假之前 先好好休息一下 我其实蛮想去 类似风区啊 湖区 就是挺想去大自然走走的 因为 我上次不是去风区吗 跟朋友 我就觉得 当你走到山顶 看到大自然那一刻 就觉得什么烦恼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世界好大 自己就是 超级渺小的一个 而且自己的烦恼 也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所以说 怪不得外国人喜欢去 hiking 也还喜欢去爬山 真的比购物 有时候要治愈得多 因为当你看到 大自然美景的时候 你就觉得 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美好的 这么说 感觉自己像抑郁症 得了抑郁症一样 大概就录了这条视频 对 8分钟左右的时间吧 我前面的那个天 已经从乌云全部散开了 希望 我最近的心情也可以 像天晴一样变好吧 我现在刚起床不久 现在大概十点左右吧 我的早餐 就是烤了一个面包 然后里面加的是 Nutella 就是 我本来以为它是巧克力浆 但是有一个外国人告诉我 它不是巧克力浆 我也不知道 然后一杯热水 在眼皮 Mansour上 在滚过来 这边有个相伪的 嗯 我今天给你 Internet 一杯热水 我以前的ι pakai 都是 製水 热水 很热水 我永远 有点 我 我 它是 平衡 干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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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